有同學想問問Mock Paper 部分A是要D這件東西 Defensiate這件東西 部分B是要In這件東西 有同學問問如何由這一步跳到這一步 其實這一步真的非常難 很多時候是看看你能不能夠插回答案 部分A要D這件東西 然後出到這件東西 部分B和部分A完全不相似 看上去其實很不相似 但要將部分B組成成像部分A的樣子 才可以做到 所以目的就是想將部分變成這樣 如何變成呢 我的做法 我會先拆開箱子 看看究竟和部分A相差多遠 我發現首先看第一個位置 就是看這個Terms 你看到其實是相似的 一個是Unknown 一個是X 一個是T 後面這一節是一樣的 但這裡沒有了2 這裏沒有了2 所以我第一個步驟 就是將乘以再除2 由於乘以再除2 即是Value是沒有變的 即是我仍然是等於 我佩戴了一倍 但又縮一倍 即是沒有變過的 所以我仍然是等於 但我做到這件東西 就會跟這個一樣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難 這一步應該很多人都想到 但最難的地方就是 這一個第二部分 就是你看到 部分A這兩個Terms都是Positive 但是部分B 你看到這個是Positive 這個是Negative OK 這個是Positive 這個是Negative 即是代表他們的正乎很不同 那我就要令到他們的正乎是一樣 而且你看到 這裡只有1個E to the power to x 但這裡有80個E to the power to t 即是我要弄走這個80 而且我要令到他們 變回同一個Size 要不就大家一起Positive 要不就大家一起Negative 所以就有這一步驚人的動作 就是將這個Term 把它變成這樣 是很難想的 非常之難想的 其實就是靠你做好多好多數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Intern這些 其實就是靠手神 我剛好插到答案出來 插到我就會做 有時候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會卡住 OK 這個是Indegrade 一些很難的題目 其實這條是非常之難的 然後終於變成 它們的Size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Negative 大家都是同一變的 而且連Term都一樣 即是E to the power to x 和2x 和2x 你看到Term是一樣 Value是一樣的 然後全部的Size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東西 In它是很簡單的 這個東西In它是非常之容易的 這個是81 OVER E E to the power to T 這個東西In是非常之容易的 而這個東西In 也是非常之容易的 因為我可以用Part A的results去In 做到這部 我想你之後就應該會做的了